哈喽 妈妈 逮了把堵卷了 妈妈 今天你回老家 把这个礼物汇给你 我姐姐说生日快乐 好的 我会帮你转达到的 去上学吧 我跟干妈说 我好想传 好的 一定传达到 去吧 今天回到老家 陪我媳妇去看看她闺蜜 过两天就大闺女生日了 咱给她带这个她的喜欢吧 肯定喜欢啊 这是啥 这是给闺蜜买的燕窝 哎呦 行行行 前段时间她去医院检查 受了不少罪 我给她买点燕窝 给她补补 光吃烟窝也不够吧 那你有啥想法 她不是山上养了点蜜 走给她抓两只大公鸡去 好注意 走还拿啥 给我闺蜜拿点动脚 你别拿了 在那你就给你放一会就卷裂了 出发了 现在跟老公上山 抓两只漂亮的小公鸡 到山上了 给大家看我们养了鸡下 这鸡才多久没见这么大只了 你看我们养了那个多肥 你看看 给挑上两个大垫的脏俊呢 够 哎呀 哎 哈哈哈 我老公要亲自抓 你行不行啊 大家猜我老公能不能抓到啊 哦 撒起来你说 你不能看他你知道 你这种烟烟的浴com 哈哈哈 发两只鸡 看怎么样 哎猴子里拿了个纸箱子来 把他们们放到箱子里 关门回老家 到家了 先看看爸爸在不在家 爸爸在家不 没有啊 闺蜜还没回家 我们先把这个厨子先弄一弄 这个柜子现在遮起来了 这样好看多了 你觉得呢 如果不遮起来 这个柜子就这样一直藏着 第一是难看 第二容易落灰 这样盖起来吧 显得家里利索很多了 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回家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他去 我这个是最重点的 可别忘了 以后那俩是卷脚了 确实就是因为你什么都卷 冬天我要给他送白菜 哈喽 这个心情让我祖父要给柠檬姐姐的 你不能拆了偷偷玩 你看你大了个肚子在来干啥 你看看你 阿蜘蛛不是过两天过什么的 你看人家瘦的 你的一个顶给人家俩 什么孩子我也能瘦下来 亲爱的 那哪个房子什么时候能装修完了哈 找你 我还等等入住呢 你给我留个屋啊 我带小老二上你家蹦床去 来吧 等你 我跟你说啊 从现在开始你别惹我哈 我一脚游门我就上他家住 我就带着孩子全跑 卷发跳了吧 卷发跳了 舔起来啊 鱼好吃吧 好吃 照吃点的鱼虫和孔子孔子 我都快生了 不要在意这么多了 吃完饭了 我们要回去了 一会儿都得见孩子 别忘了帮醒醒 跟柠檬姐姐说生日快乐啊 好 回去慢点啊 走了啊 回家都注意啊 不要让他干活啥的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这是圣旨啊 好 打电话啊 好 每天啊 好